Hello YouTube 朋友大家好 我是 Danny 歡迎收看 Danman 826 頻道 今天這集的老香港舊情懷 又會和大家喝茶 會和大家有一間叫做鳳城酒家 我們一起去看看 Let's go 如果觀眾朋友都喜歡收看這類型的自費真人實測試食影片 或者其他的旅遊飲食生活資訊片的話 就快點按我 Danman 826 頻道的訂閱和鈴鐺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進來銅鑼灣在禮頓道的鳳城酒家 這間酒家都很久歷史了 1954年就開始有了 在香港都有幾個不同的地方 今天來到銅鑼灣禮頓道 在舊式的茶樓 它都不是推點心的 都是用點心紙來點餐 看看什麼點心 他們午市有小點、中點、大點、特點 小點是32、中點36、大點40、特點是48 但早市和下午茶有優惠 大中小點就一錄24.8 今天星期日過來 就是午餐時間 喝茶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 選一些懷舊的點心 試一下 我們就兩個人來喝茶 今天 其實兩個人喝茶都不吃得很多 不過我們叫了幾款 我覺得比較特色一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試一下 有古法冠湯餃 有炸粉果 另外叫了 龍蝦湯鮮竹卷 上次在帝縣軒吃過龍蝦湯 不知道是不是差不多 另外這裏的鳳城名作 叫了兩件窩鐵大鳴蝦 28元一件 都很期待 試一下這裏的點心 我真的未來過鳳城酒家 這麼多年 還有這裏有西米焗布甸 我很喜歡吃西米焗布甸 所以要留肚叫個甜品 這裏有兩層 有地下和樓上二樓 我現在看到我附近的茶客 都比較多是長者比較多 沒有什麼年輕人在這裏喝茶 不知道是不是年輕人 現在不喜歡喝茶 有兩樣點心 龍蝦湯鮮竹卷 還有大蝦鍋 其實是世多士 不過有整隻大蝦 放在上面 看樣子好像挺吸引 你知道 男人喜歡吃炸飲 試一下鮮竹卷 看到裡面很多蝦膠 蝦膠挺爽 但它很熱鬧 都炸過蝦膠捲 然後用來浸泡龍蝦湯汁 龍蝦湯汁也不錯 有龍蝦湯味 以這個特點 48元的價錢 它還不錯 我覺得很不錯 你知道 龍蝦湯汁製著有幾有特色 好啦好啦 吃我喜歡的炸菜 這塊蝦鍋貼 即是大蝦多士 樣子賣相就不錯了 吃起來也好吃 那塊多士不會吸油 很乾爽 又夠脆 蝦又爽口 OK 這個 非常好 適合我口味 我們今天就叫做鐵觀音茶 茶味不算很濃 但OK那種 不是很正的茶味 一般的鐵觀音 所以我覺得鐵觀音 喝起來的口味 那些魚韻是甘香的 這個就淡淡的 你知道我不是茶專家 我講一下 講一下我自己的意見 有時候有被人說我 不懂就扮懂 我們叫了它灌湯餃 這個應該叫做正宗灌湯餃 因為不是一般的浸湯餃 它真是一個蒸籠 有一塊鐵片 它就攪在上面 都很容易穿的 所以呢 Vatress 服務員小姐 就幫我們倒飯在碗裡 如果我想我自己倒 一定穿了那些湯出來 看看裡面有什麼 看到有些蟹肉粒 蟹柳粒 冬菇 不知道是不是數次 那些料是比較碎粒的 湯就稠稠的 個人就不太喜歡口感 裡面的東西很碎 好像一坨糊一樣 我也比較喜歡的 不是太傳統那種浸湯餃 有些大大粒的料 蝦 我覺得這個太碎了 而且好像很稠一坨的東西 不過 又是見識一下 有時候吃一下不同的東西 你知道吧 Denman又不是吃東西專家的 我是餵食的 餵食跟大家真人真情分享 雞渣來了 它就是叫做懷舊雞渣 看看如何懷舊 有兩大塊的 裡面先包著什麼料 它是有 芋頭 魚肚 火腿 和雞肉 用鮮竹包著 試一下芋頭 好像挺粉 挺軟的 不過淡口了一點 芋頭 沒有味道 不過很粉 看看芋頭有沒有吸收到湯味 芋頭也不錯 我發現這裏的點心 聽起來都不是太重味 不是太鹹 或者不適合食客的要求 雞肉也不是醃得太重味 剛剛好 如果你喜歡比較淡口的食物 這裏就可以了 這個點心來了就是一個很清智 有一個好像藤籃仔 放著三隻 這個是上湯煎粉果 又是香口的 有碗上湯 就是炸了的粉果 就浸在上湯裡吃一吃 就是有一點脆 又軟軟的口感 就是你一浸湯 我覺得這個它的皮 是略嫌甜 酥酥的 牛下去很甜 還有厚的 不是我最喜歡吃的那種炸粉果 裡面的臉有比較淡 剛才那個龍蝦汁鮮竹卷 和大蝦鍋 鐵利哈多士 就適合我口味很多 好了 第一輪點心就來了 我現在看看 叫多一點點什麼 都未夠飽 它有蛋煎糯米雞 這個也挺特色的 蛋煎糯米雞 試一下蒸的點心也好 因為沒有試過蒸的 蝦餃燒賣 那些 那些 叫多兩樣點心 我愛甜品 有叉燒包的 試不試叉燒包 對 有很多 所以觀眾朋友不知道會喝茶 一定要吃個包 喝杯茶 吃個包 再加了一個鮮蝦菜苗餃 和一個蛋煎糯米雞 然後兩碗西米布丁做甜品 鮮蝦菜苗餃來了 哇 它過賣相也挺特別 因為是不爆開了 看到裡面的材料 好像這個還穿了一點點 無論如何 不要緊 看看它好不好吃 這個鮮蝦菜苗餃 就沒有太大特別 是皮量厚了一點 餡料份量也挺充足 有很多蝦肉和菠菜 煎糯米雞 煎糯米雞來了 那它就是 有層蛋漿在表面煎了 不過它很有趣 它整個煎盆拿出來 它切開了有四件 它這個糯米雞OK 味道OK 我覺得挺好吃 因為它表面有蛋漿 有蛋漿之餘 它表面那層糯米 是煎得脆脆的 就像吃飯絲的感覺 口感咬下去又脆又軟 裡面的餡料有蝦米 雞粒和中菇粒 又濕濕的 有幾層的口感 這也有功夫 煎完又要煎回去 也不算太油膩 不過甜品聽到幾款 挺懷舊的 除了有馬拉糕 蛋傘之類 我們叫西米焗布店 一人一宗 兩宗 還有一個叫芝麻菲林卷 大家有沒有吃過 我小朋友的時候 年輕的觀眾可能不知道 因為你知道 這些一堂菲林 黑色一卷 我小朋友的時候 喜歡拆開它 薄薄的一層皮 慢慢吃 但今天也夠飽了 所以不叫了 只是吃布甸 小朋友 很快 吃 小朋友 試試看 布甸如何 它是用鐵盅 那樣 蓋住 小心熱 裡面是什麼 鹹呢 我最喜歡 面頭脆脆的皮 中間是蓮蓉 這個有適合後味 我覺得好吃 因為 原來不是很多 酒樓有積 這麼熱的 做出來 要不要焗布甸 嘩 面頭那層皮 焗到焦焦 最棒 很棒 我們今天也吃了很多東西 有雞翅 龍蝦湯鮮竹卷 兩件的半湯餃 一份沙粉果 兩隻蝸蝶名蝦 即是蝦多士 一隻龍蝦菜苗餃 鮮蝦有鮮的糯米雞 另外一人一宗的 細米布甸 也很大滿足 我最喜歡的就是 龍蝦鮮竹卷 大蝦多士 這兩個細米布甸 還有煎的 衛雞我都喜歡吃的 飲茶也是各式其式的 因為有很多點心選擇 有時候試試這種 懷舊的舊式酒樓 喝茶也不錯 486元 謝謝 OK 我要回答 麻煩 今天我們加一茶錢 就是486元 茶錢是每位13元 另外加一 不過我們今天算是吃得多東西 還有我們叫的都是大點和特點 觀眾朋友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記得給個like和share給朋友 還未訂閱我Dangman826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當我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記得特別的一位資訊 新的點擊 即時和大家分享 下一點再見 拜拜